嗨各位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呢 今天的影片呢是跟香港有關的 因為是比較閒聊的影片 所以我準備了沒錯 葡萄 我先把你們放下來 等一下 鏡頭髒髒的 等一人來再幫我清好了 終於把你們安定下來了 這邊是我的葡萄 嘉賓介紹完畢 今天是個輕鬆的影片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來香港不管是生活習慣 或是用語或價值觀的改變 首先第一個是很多我的朋友都有發現的 就是我的語助詞的東西變得很多 大家都知道廣東話有很多尾音 就例如說什麼什麼什麼我 什麼什麼什麼美 什麼什麼什麼啦 什麼什麼什麼新 最明顯就連我自己都有發現到的就是 例如說我今天要講這筆很美 以前我可能會說 很美餒 然後我現在就在講 很美喔 就是我現在廣東話畢竟有點進步 我看他就會說 我好美喔 這樣 或者是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廣東話會什麼什麼 我先問問看先 如果是普通話我們就會說 那我先問問看 但廣東話就會成 我問問看先 就是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我覺得我語助詞其實 差點忘記要吃我的葡萄 我覺得我語助詞 pick up 的還算 蠻快的 然後 等一下我放棄 我沒有辦法邊吃邊講話 我覺得我語助詞 pick up 還蠻快的 然後我每次講語助詞 我就覺得自己更像香港人一點 再來第二個是關於金錢方面 就是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物價跟生活指數 其實還蠻高的 不過關於錢上面有幾點想要跟你們分享 第一個呢 是我對於四的倍數 就是變得非常的靈敏 因為台幣跟港幣是差四倍嘛 所以我什麼都會先乘以四 就會把它換算成台幣 我覺得大家可以估算說它的價值是多少 因為單從港幣其實我沒有辦法去衡量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貴還是不貴 我只能大概的知道 然後如果換成台幣的話 我就會覺得 唉呦這頓飯可能要600塊台幣之類的 就比較有一點概念 所以我現在對四特別的敏感 然後第二個當然是因為 這邊物價什麼都比較高 所以我對生活上面的花費就會 比較謹慎一點 例如說我開始會逛我們家旁邊的菜市場 因為可能在超市裡面 兩把青菜是15塊港幣 可是我在菜市場可能四把 然後才15塊 就其實便宜很多 所以我慢慢開始養成 就是自己會去逛一下菜市場的習慣 因為真的 其實你這樣算下來真的會省蠻多錢的 說到省錢呢 就是今天的算是重頭戲啦 我記得是美根吧 還是誰都有分享過Shotbag這個網站 那它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在上面 連到各個購物平台去購物 然後你可以從那邊直接現金做回饋 其實我不是很知道這個中間的那個 business model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 這支影片呢其實也是跟Shotbag合作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所提供的服務 Shotbag它本身不是一個電商的平台 透過Shotbag這個網站到不同的商家 就可以得到不同%數的現金回饋 然後最高可以到20% 例如我自己平常會比較常使用的 就像客路 booking.com Agoda 博克萊 PC Home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很喜歡 跑來跑去旅遊 或是有這個需要搶飛的話 其實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從這邊去訂購 因為那個現金回饋的%數跟回饋都真的很有感 像我上一次跟Ean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在booking.com上面訂了旅館 只是訂三個晚上 可是我就馬上拿到了500多塊的現金回饋 或是像我定期會搭香港的機場快線 那每一次這樣訂就會有一小筆的現金 一直這樣累積 我對天發誓 不是因為他們今天sponsor我才這樣說 是對於現代人來說 在網路上購物太普遍了 所以有這個機會多多少少賺一些cashback 不好嗎? 另外一個省錢的Pepple就是 像我一個人住嘛 所以我都會在超市可能快要打烊的時候去看 它會有一些特價的蔬果 那份量可能都沒有很多 可能就兩個或三個 那我就可以一次買回來 然後在這兩天裡面把它吃掉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我自己的觀念 就是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啊我不想要過這種精打細算的日子 好像要過得很舒服 然後不需要擔心這個 不需要擔心那個 才叫做好的生活品質 其實我不這樣子認為 我覺得你找到一個屬於 你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例如說我今天買到便宜的蔬果 我可以不用讓它壞掉 我又可以省錢 我覺得很棒啊 沒有就是剛剛突然想到跟你們講一下 好 金錢觀接下來呢就是習慣的問題 哇這個我也是來這邊之後改變了很多 首先第一個呢也是很有感的是 我走路變得很快 香港跟台灣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出來 台灣的步調就是比較慢 然後香港就是真的 你看連紅綠燈都是 紅燈的時候是 嘟嘟嘟 然後綠燈的時候變成 嘟嘟嘟嘟嘟嘟 我心裡想說天啊 有必要這麼趕嗎 當然我知道那個好像是為了 是這樣的朋友所設計的 但是我每次聽到那個 我就會自己覺得很緊張 想說天啊 我那個壓迫感好重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更習慣用WhatsApp 多過於Line或是Messenger 這個真的跟你所在的地區有關係 像我在美國的時候 最常用的是那個手機的簡訊 還有Facebook的Messenger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我primarily就是都用Line 然後現在來這邊就基本上都是WhatsApp了 然後在台灣大家不是會買Sticker嗎 我是本人買很多的那種 然後到香港來之後 我就開始瘋狂的收集大家的那個Sticker 因為WhatsApp的貼圖 它不是說要特別去購買 它就是你可以自己做 然後有人傳給你 就可以把它存起來這樣 所以我就是存了一堆那個貼圖 然後你知道香港很紅的 就是那隻青蛙嘛 所以我就累積了很多青蛙的貼圖 對是不是很無聊的一個information 好 Move on 接下來是文化差異的問題 這個我也是大概調適了幾個月之後 才終於比較熟悉一點 第一個是G樓跟一樓的分別 在香港G樓等於是台灣的一樓 然後中文他們叫做地下鋪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個店家 它的什麼什麼什麼地下鋪 它其實就等於是我們的一樓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因為我以前的觀念是地下就表示是地下室 所以我每次都會往地下室 怎麼沒有樓梯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香港的地下鋪 等於是我們講的一樓 然後第二個呢 我有點不知道這不是吃廣東菜的習慣還是怎麼樣 你們有沒有去吃過茶餐廳呢 它的餐具就是一個碗 然後下面有一個盤子這樣 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把菜放到盤子上面 然後再慢慢吃 然後碗可能就會裝一些什麼羹湯 或是比較湯湯水水飯啊什麼的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 欸沒有呢 在香港有時候吃丁桑或什麼的 那個盤子 其實就是你的碗應該要放在盤子上面 然後那個盤子是要給你裝骨頭的 我也是後來才發現這件事情 對 然後最後一個也是最confusing的 就是我們的日期寫法不一樣 台灣例如說8月9號我們就會是8 slash 9 可是香港這邊是倒過來是9 slash 8 所以每次遇到這種比較confusing的 所以我都要再三確認說 是8月9號嗎 還是9月8號 是10月11號還是11月10號 現在我也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我的月份都會用英文 就是什麼August 9這樣 就比較不會搞混 今天這個呢 沒有要變成一個很政治化的什麼東西 是我覺得我看到香港跟我以前記憶中 或是我想像中的香港其實 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幾個月這樣看下來 然後還有些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一個蠻溫暖的地方 這個跟我以前印象中香港很冷漠 然後態度很差 是有點反差這樣 另外真的我覺得香港是一個 非常國際化跟多元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邊可能是 除了可能新加坡之外吧 就是最多元的地方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很多非亞洲的面孔 很多不同的語言 很多不同的生活習慣跟文化 這件事情是我之前在亞洲其他地方 包括台灣就比較沒有看到的 最後呢是我發現我對於廣東話有一種 莫名的興趣 因為廣東話真的是個不容易的語言 它很難去發音吧 然後我的頻道現在香港的觀眾 已經比台灣還要多了耶 所以就是 謝謝大家 嗯 嗯 也很謝謝Shotbag這次願意跟我合作 希望這個網站可以幫到常常在網路上面購物的你 就是 拿一點Cashback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呢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好 我要走了拜拜 你看 綠燈的時候是嘟嘟嘟 然後紅燈的時候是 不你看綠燈的時候是 天啊 好難 嗨 guys 嗨 guys um